好 很多民众去北海岸玩 必吃的就是瑜伽肉粽 不过呢 在今天早上9点多 这瑜伽肉粽的老板 在玩货到店里之后 开着货车直接跨越曹化线 违规回转要回家 结果后面有一名重机骑士 来不及刹车就直接撞了上去 虽然说这骑士身上有穿着防摔衣 所以他没有外伤 不过这强大的撞击 力道造成他内脏破裂 送衣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那么警方在今天晚上 把这名余姓老板的依照过失 据死罪来移送蓄力地检署 以5万元交保 这一次是车速过快 他在鹿港复兴路口 过弯的时候滑倒了 结果呢 他又帅气的站了起来 那么在这个摔的过程当中 衣服还掀起来 幸好人是平安五十 那健保我们一年都要 亏超过200亿元 那么卫福部长称世忠 他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就讲说 接下来有一个艰难的任务 是什么呢 是要调涨健保费率 那么他也透露说 他初步的构想是 超过平均的就义次数的上限 就要拉高部分负担 但是呢 也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像是呢 要把这个重大伤病排除 或者是弱势族群也要排除 好 截至到17号为止 俄罗斯累计已经超过 28万人确诊 染疫人数是全球第二高 密鲁吉的二超球员呢 法尔范他也确诊了武汉肺炎 成为第一位二超联赛的确诊球员 那么苏联前领导 哥巴契夫他认为说 这个武汉肺炎呢 大流行世界处在一个严重的危机当中 那么精神领袖的角色非常重要 不过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 却不断地转移话题 他13号的时候去指控 美国密集部署生物实验室 那么隔两天也就是15号的时候呢 又对外表示 中国并没有向WHO隐瞒疫情 好 不过这场疫情呢 确实冲击各国的经济 来看到意大利这名薄饼店的老板 因为没有办法负担连日的亏损 他只好关门 而且呢 他还用大铁锤亲手砸烂自己的店 这影片分享到脸书上面 这网友看了真的是边看边觉得很无力 另外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购物商场呢 经过两个月的防疫终于重新开放 但是呢为了避免这民众在这边逗留太久 他们也使出很多妙计 像是把这个冷气的温度调高啊 而且还把这商场里面的免费WiFi给关掉 希望可以阻止疫情再度扩散 以太院夜店发生了武汉肺炎的群聚感染 相关的确诊病例数已经来到了168例的确诊 党局就说这个群聚感染的是交叉感染的病例都增加 而且还出现了两例是第四代感染 都源自于一家卡拉OK店 那么另外在新加坡呢 在17号也暴增将近700例 其中有四个人哦 他是新加坡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 那么其他全部都是外国移工 那么之前有传出一个网路谣言 他说呢这5G讯号是有助于武汉肺炎的传播 被证实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有民众到屏东的福安宫附近去买水果 他看到这帘屋看起来又大又红 就买了一箱 那没想到回家把这个礼盒给打开 里面有21颗 不是发霉就是裂开 那气得他控诉 老板娘不给客人挑就算了 而且还不老实 不过叶者就说这坏掉的水果都是送的 礼盒也是在客人面前装饱 那母鸡在下蛋之后呢 他暂时把这些鸡蛋集中放在果园里头的铁皮屋 没想到过一阵子要去拿鸡蛋的时候 发现有一颗蛋已经破掉 而且已经变成小鸡 让它又惊又喜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带你来看 台中的经营商圈现在出现了一个点点怪客 这个有一个女大生 她就在网路上面发文说呢 她最近就发现她的鞋子被人家画上一个奇怪的黑点颠做记号 就提醒网友注意 那没想到住在他附近有一身女网友也热烈回应说 发现自己的鞋子居然出现了相同的记号 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他们还互相提醒 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 结果呢就有网友非常的热心 他用摩斯电码去翻译 这点点的意思居然是打招呼的意思 高总员家位在博尔特区的泰式网美餐厅 在三月底的时候呢 夜酒原本想说撑不过这一波疫情 所以呢是想要用220万顶让出去 不过呢就在这个公司主动降租金 再加上疫情趋缓 这人潮也逐渐回流 所以她这个盘让计划就赶快喊咖 另外在嘉义就有电影院要庆祝 30天本土零确诊 免费请大家肯定 日本的喜剧天王智村建在3月29号因为武汉肺炎病逝 那么他生前乘坐的超高级豪华房车 劳斯莱斯呢 最近就被家属卖出 有一名男粉丝买下 那么这卖车的所得就拿来支付 智村建有三名助理的遣三费 传为佳话 我们连线给记者李雨晨 屏东的三地门爱劳西传出孩童溺水的意外 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热 那原本住在高雄有一家人 假日就到屏东的西边去玩 当时有五个小朋友在西里面玩水 可是因为这吸水太深 小朋友一时踩空 加上有暗流 其中一名十岁的小男童呢 为了要把自己的妹妹拉上来 自己就被暗流给吸了进去 那么被救上岸之后还是不惧身亡 台中市原警在巡逻当中 就发现有一部轿车 车上的乘客在抽烟 准备要上前盘查 没想到驾驶却拒减 还催油门想要加速逃逸 那原警当然是一路的鸣敌尾随 那么逮到机会就把他给拦下来 还立刻持警棍冲上前破窗 原来是驾驶酒驾 好 宜兰郊西在昨天发射了一起假车祸 有个妇人哦 她现在路中央停下来 结果就蹲在地上 把机车给拉倒压在自己身上 那么有一名被他差点冤枉的摩托车骑士 就把行车记录器给po上网 还原真相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慧文 稍后我们再会